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俗话说,命里八尺,难求一丈。 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得到多少,或者说能收获到什么,都不是我们能预测的,也不是我们能贪求的。 因为如果你的生命里只有八尺之地,那么就不能求一丈之宽。 但很多人就会认为,人活着,不是自己去把控自己的命运吗? 不是自己去把控自己的人生吗? 为何说不能强求更多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是时光长河里的一名过客,无论你多强大,也不可能带走一切,只能拿回属于你的东西。 在这个社会,为何那么多人会得抑郁症? 为何那么多人总是精神压力极大?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东西太多,慢慢地迷失了自己,让欲望和现实的落差击溃了自己的心理防线。 记得小时候,家族的长辈常跟我们说,人哪,要懂得知足常乐呀。 该是你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抢走。 可那些不属于你的一切,无论你再怎么强留,也都是枉然。 慢慢地,当人逐渐长大之后,便会明白,这世间的一切,其实都不可能归属于每一个人身上。 每个人都能享受自己应得的,而不能妄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种想法,年轻的时候不会有。 可当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将能感受到这种无形规则的存在。 那么,假若我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透这几件事,终究过不好这一生。 人到中年,如果看不透贫富之事,终究过不好这一生。 曾有人说道,这个世界就是金字塔,可能上到塔顶的终究是少数。 也许,我们能去到塔腰,已经算是莫大的本事了。 其实,贫穷和富贵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想要吃饱饭,那么只需要努力工作,就好。 可要想腰缠万贯,那就不是努力工作能改变的事。 很多人就会疑惑,那么我们打拼了那么多年,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打拼,只是为了尽我们的七分人事,然后等待三分机遇的到来。 人,想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兼具人事和机遇的相互配合。 正如古人所言,天时地利人和一般。 只有万事俱备,才能一鸣惊人。 人到中年,我们已然用了半生时间去打拼,就该明白,也许你和他能力差得不多,可混的结果却不一样。 为何? 因为机遇。 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富贵之事,并非我们自己就能决定的,还需要看你的命,以及天意。 这个世上,能吃穿不仇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我们,大多只是牢牢碌碌的云云众生。 当看透这一点后,那么我们可以少点执着,而多一些淡然。 人到中年,如果看不透缘分之事,终究过不好这一生。 所谓缘起缘落,缘聚缘散,缘生缘灭。 缘分这种东西,很奇妙。 因为它就像一条红线,牵引着你和那个有缘人。 也许你在瞧的这头,它在瞧的那头,然后你们顺着红线往前走,碰头了,才发现你在这里。 为何我们总说缘分妙不可言? 就是因为缘分就是我们的命中注定。 你会遇到谁,爱上谁,和谁相伴一时,和谁相守一辈子,这都是你的缘分使然。 人到中年,当我们回想起以往经历的一切时,就会明白,你身边的那个枕边人,无论你对他的态度怎样,无论你重新选择多少次,他都会和你在一起。 就像你所遇到的朋友,你能和他们相遇,本就是缘分。 无论你和他们相聚多远,总有一天都会再次见面。 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我们身处在职场当中,想遇到能欣赏自己的伯乐,要靠啥,那就是我们的缘分。 我们身处于异乡当中,想教一个能温暖自己的自己,要靠啥,那就是我们的缘分。 人到中年,当我们把记忆的丝线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清晰地知道,你所遇到的这一切,无论是人,还是事,都只是你的缘分。 人到中年,如果看不透得失之事,终究过不好这一生。 人生就像是在喝茶,你轻轻地用手将茶杯拿起来,细细品尝之后,无论乐不乐意,都必须要把茶杯给放下。 有人说,喝茶就是品人生,小得失,而喝酒,则是容青春,看岁月。 无论是青春也好,得失也罢,都不过是我们所要经历的一部分而已。 可在这两者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得失的智慧。 这世上的人,都只想把得到的一切揣在手中,却不肯将其坦然地放下来。 为何? 就是因为人的欲望,人的占有欲,人的得失忐忑之心态。 从古至今,难怪老祖宗常说,人这辈子最难逃脱的,就是得失的圈套。 就像你得到了一笔钱,虽然你想把它全部花光,但你舍不得,就像你吃一块鸡肋,虽然没啥肉,也没啥味,但你却无法舍弃。 所谓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如此,就连鸡肋我们都无法舍弃,何况是其余的物品呢? 但人到中年,我们要清楚,如果这一切属于你,那么就算你失去了,它也会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可如果这一切不属于你,就算你暂时得到了,也终究会失去。 得失的本质,说的现实点,就是一种心智的魔力,以及生活本质的看透。 写在最后,人到中年,想要更好的生活,那就必须学会看透。 但是,看透真的很难。 为何难? 就在于人的放不下,就在于人的欲念熏天,就在于人自身的不甘和不服。 如此,又怎能真正看透呢?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会生发出一种无力感。 当我们顺着无力感寻找下去时,你将明白,人的命,不仅要靠自己的拼搏,更要看你生命中的机遇。 就拿富贵来说,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富贵,只能知道自己能三餐果富。 所以,富贵之事,倘若我们能看透,不妨交给上天,顺其自然就好。 很喜欢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的谋划,终究只是尽了人世,而未必能得到应有的一切。 所以,刘伯温说了一番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人到中年,真正的看透,我想就是无愧我心这四个字。 只要奋斗过了,尽力了,上对的起天,下对的起地了,那就问心无愧了。 其余的一切,不妨顺其自然吧,这样会幸福许多。 杨将先生曾说,我们如果反思当时的经历,会发现一切都是境遇使然,身不由己,但在关键时期,做主的还是自己。 命运纵然有许多无可奈何,但如何面对命运,以及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取决于自己。 恰恰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决定了女人日后命好还是命苦。 同样都是苦乐交织的人生,有人始终昂扬向上,有人终日郁郁寡欢,不同的心境和思维方式将产生天差地别的结局。 不能改变命运本来的安排,就要先提升自己,使自己在风风雨雨中傲然挺立,过往的一切苦难也就不值一提。 命好的女人,恰恰就是从不放弃,而真正命苦的女人,终究还是自身出了问题。 她们往往在三处比较小,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灵妖,心眼较小,凡事计较。 某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倾诉了自己多日以来的苦恼。 她说,自从搬到新房子之后,遇到的很多邻居都神态冷漠,很少打招呼,这让她感觉事态炎凉。 还有几次,走在小区的路上,被行人撞到,但对方没有道歉,而是扬长离去,令她十分苦恼。 加之,这些天工作中出了许多问题,领导偶尔的抱怨,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哪怕是中午饭盒里的鸡腿较小,都能让她喋喋不休,心怀怨恨。 网友觉得生活糟糕透了,不知该如何走出,评论底下的一句留言说透了本质,总把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在心里,又怎能幸福呢? 其实这位网友就是心眼太小,凡事计较。 总是关注于那些影响心情的小事,就会失去享受幸福的机会,所有的不依不饶,都是化地为牢。 人的生命里,不如一支事十之八九,但更痛苦的是,人们过分在意,非要将苦难不断放大,令自己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与其如此,不如放开心胸,接纳过去,包容他人,学会放下。 偶尔的过失不去追究,否则就是为难自己,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琐事,只要解决辨别再多思,烦恼也会烟消云散。 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简化生活就是治愈余生。 成为一个心大的女人,不再沉溺于无谓的消极情绪中,以后的世界也将越来越宽阔。 02.格局较小,人生狭隘。 格局决定了女人这一生的结局。 格局大的女人,站在高处俯瞰天地,不会为眼下的淤泥而自怨自艾,她们心胸宽广,目光高远,永远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奋斗,更不会沉溺于与他人的纠缠与比较中。 把眼光放得长远,就会走得更快,这就是大格局的意义。 反之,有些女人目光狭隘,思维浅薄,每日只知争风吃醋,攀比斗争,为一点小事就难过许久,自然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拓展人生的宽度。 当别人在学习时,她们追剧,当他人放下外界裹挟,活出自我时,她们仍旧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忧虑不已,当他人努力赚钱时,她们还为了一段糟糕的感情,要死要活。 不是命运在区别对待,而是有些女人选择缩在狭窄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如果不能放大格局,以提升自我为先,命运的波澜终将不会停止。 真正的大格局,就是放下无关紧要,选择对的人生。 战胜厄运,迎来精彩,相信这样的你也将邂逅最美的风景。 03,脾气太小,任人欺凌。 现如今,一个女人懂事,包容,退让,早就不是被歌颂的品格。 相反,越是这类女人,往往越在人际关系中备受欺凌,在生活中有难前行。 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捧高踩低,你强才有话语权,你若就注定被人踩在脚底。 适当地退让,能够彰显人之善良,过度地放低自我,无异于是在自取其辱,别人根本不会在意。 有时适当调整音量,放大脾气,才会使人看到你的稚气和底气。 他们扭转不了,便只能改变自己。 命好的女人从来不束缚在他人的道德绑架之下,他们先为了自己,再去成全他人,整个世界就会为其服务,未来也会越过越好。 如果你懂得事事为自己着想,那么你就知道,有些时候,脾气大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愿往后余生,你也成为命好的女人。 改善错处,提升实力,好运马上来袭。 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是你生命里的福,默默出现,照亮余生,还有无数人是你下半生的结,接触的越多,越是寸步难行。 三两个有福之人,未必能抵挡一场劫难带来的变故,唯有我们足够慎重,及时远离,才能拯救余生。 一般来说,命里出现的这三个人,是你的结,一定要趁早防备,否则你将悔不当初。 灵妖,没有分寸感的亲戚,是你的结,要早点划清界限。 有些关系血浓于水,与生俱来,是难得的缘分,可一旦沾染了人性,便能分出三六九等。 没有分寸感的亲戚,就是你余生的一场劫难,一不小心就会让美好的时光彻底粉碎。 千万别小瞧了他们的威力,对方或是偶尔顺走你的一件东西,或是经常对你的事情指手画脚。 总之,他超越了亲戚情分所做出的言行,都会让人痛苦不堪。 如果你不懂得拒绝,就注定被人拿捏,也会与设想的生活背道而驰。 做人要记住,亲戚并不是你生命里的主宰,更不是救世主。 善意的言论可以接纳,错误的指责不必倾听。 连基本的分寸感都不具备的人,对你的人生也毫无益处,还不如趁早躲开。 余生,我们应该珍惜的是那些在情分之上给你更多关爱的人,把时间用在这些地方,就会开出耀眼璀璨的希望之花。 02,贪财好色的朋友是你的结,要赶紧一拍两散。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个人日后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原生家庭和成年之后所处的圈子。 我们的认知十分有限,大部分的言行处事都是模仿着他人的样子,靠近有能知识会积极向上,靠近贪财好色之人会模糊底线。 有些人从一开始善良端正,最终锒铛入狱,就是受到有心之人的挑衅。 与其说这是朋友,倒不如说他是来毁掉你生活的罪人,不能马上躲开,灾难就会滚滚而来。 人这一生不需要多少朋友,三两个知己足矣。 纵然身边无人陪伴,也不要与无底线之人混为一谈。 交怎样的朋友就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及时断舍离,精彩的人生也会瞬间开启。 03,喜欢攀比的同事是你的结,要赶紧保持距离。 生活中的人和事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奈何工作中也从未平静,有些人喜欢捧高踩低,还有些人愿意与你攀比。 你富了,他酸言酸语,你穷了,他恨不得踩你一脚。 无论是平常聚会还是工作间隙,对方都会将任何琐事拿出来比一比,非要争个高低。 你一旦陷入进去,便乱入了无底线的浮躁中,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拥有的不够多,久而久之,便会迷失自我。 劝你及早远离这类人,职场中没有真正的朋友,大多数人都是隐形的敌人。 有些人是在抢你的工具,有些人在瓦解你的心态,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让往后余生饱受摧残,没必要在此消耗自己。 幸福是过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没有盲目地攀比,就没有受限的人生。 愿你能够端正心态,真实当下,以后一路畅行。 冥冥之中,有些人来到你身边,是为了让你上一课,得到些成长。 但这些人并不值得珍视,转身离去,与之保持距离,才是上策。 永远不要在人际关系中畏手畏脚,否则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未来就注定会危机重重,这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早点断舍离吧,舍弃了糟糕的人际关系,留下的才是属于你的美好。 这一生所遇到人中,并非所有的都是真心相交的挚友, 还有些人心怀鬼胎,只是为了给我们上一课。 这些人普遍披着善良的外衣,使我们一不小心就卸下防备。 若你真的轻信于人,日后必然只能悔之不及。 聪明的人会提早看清社交真相,分辨朋友的好坏。 他们知道,命里出现这三种人是来祸害自己的,千万不能深交。 01,面善心黑的人。 微信里经常发表善意待人的文章, 时时刻刻表现出一副君子模样的人, 背地里可能虚情假意,人品恶劣。 而是那些看似冷言冷语的人,实际上热情似火,值得深交。 人性就是如此,外表的温柔并不代表内心的真挚, 有些人就是善于伪装。 他潜伏在别人身边,伺机而动, 有朝一日就会使他人粉身碎骨。 识别这类人并不难, 真心交友的人普遍不会隐藏自己, 他们有善良的一面, 也会守住底线和原则。 唯有那些别有所求之人才, 总是表现出一副事实顺从, 时时刻刻恭敬的样子。 他们用花言巧语来俘获人心, 但那些精心包装好的语言, 恰恰暴露了一切。 永远不要听信这些人的小人之言, 否则在背地里, 他只会给你迎头一击。 02.被信弃义的人 内心坦坦荡荡的人, 更在乎人文道义, 他们会真心回馈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 而在小人眼里, 利益重于一切, 他们只会勾心斗角, 甚至不惜伤害别人。 正如贾平蛙的长篇小说《赞座之中》, 一位名叫颜念初的女子 就偷偷潜入到了姐妹团中, 她巧言吝啬, 很快获得了对方的信任, 还扬言要与姐妹们共同进退。 但在故事最后, 为了讨好领导, 她不惜出卖姐妹的信息, 骗对方投资, 致使对方血本无归。 在真相暴露之后, 她彻底消失, 当初的姐妹情义 也就显得可笑至极。 一个人眼中只有利益, 那么你就是他获得利益的工具, 用之极来, 用完极器。 为了保护自己, 请一定要远离这些唯利仕途之人。 宁愿孤身一人, 也别让利益玷污了真正的友情。 03, 满口抱怨的人。 好心情会传染, 糟糕的情绪也会如病毒一样, 蔓延到整个社交圈。 很多人从原来的义气风发到后来死气沉沉, 都是因为交到了狐朋狗友, 被对方传染了负面能量。 他们整日聚在一起, 怨天尤人, 抱怨自己怀才不遇, 一转身就躺在舒适区里尽情摆烂, 永远都只能不断沉沦。 生活实苦,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纵然是再优秀的人, 也免不了要遭遇坎坷。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只有经过一次次的磨练, 不断反思, 才有可能步步高升, 最终迈向辉煌。 那些满口抱怨的人, 会吞噬到你积极向上的能量, 就像一滩烂泥拖住了你前进的脚步, 只有狠狠甩开, 我们才能快马加鞭, 奔向理想中的人生归途。 美好的未来, 只属于努力向前走的人。 分辨交友的好坏至关重要, 它能帮助我们避免低质量的社交, 赢回高质量的人生。 以上三种人多半就是来害你的, 多深交也无异, 不如断舍离。 愿往后余生, 我们只与两者同行, 品味岁月静好, 共赏人生之灰。 人生中的很多际遇, 有时都靠天注定。 正如你不知下一步, 到底是坎坷艰难, 还是顺风顺水。 面对着无法左右的人生归途, 只能放平心态, 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 但除此之外, 生命中的许多困境, 都是由自身的行为酿造, 而这些无一例外, 会在即将发生时出现预兆, 给人最后一次改过的机会。 但凡能抓住时机, 及时调整状态的人, 都能躲过命运的侵袭, 也能走向理想人生。 一般来说, 命里有这三种征兆, 苦日就要来了, 有一个就得重视了。 01, 去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 大部分人的健康, 都是与生俱来, 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 因此不被珍惜, 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年轻时熬夜抽烟, 沉浸在种种的不良习惯中, 为了低级的乐趣消耗自己, 直到某一阶段去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身体的疾病开始加重, 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自身的健康问题已经到了极限。 任何事物都有分水岭, 超越一定的限度, 就会如洪水决堤那般冲垮一切。 正如在现实生活里, 很多人有了小病不加注意, 仍旧我行我素, 后来各种问题不断累加, 整个身体顷刻垮掉。 工作, 事业, 家庭都可能从头再来, 唯独健康无法重新塑造, 只能修修补补, 但就算耗费巨资来弥补, 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残破的曲窍。 为了以后能够高枕无忧, 平安度日, 请一定要注意身体。 去医院的次数增多, 说明你的身体在走下坡路, 及时改正, 自己才有翻盘的可能性。 每个人都会走向平凡之旅, 真正能支撑生命获得幸福的就是健康的身体。 无论是穷是富, 拥有健康才是真的赢家。 02, 家人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活着就像探险, 前半生浑浑噩噩, 为了不重要的事物奔走, 后半辈子才终于恍然大悟, 愿意珍惜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东西, 比如家人。 等到我们回头时, 有些人已经走远, 在此之前, 命运曾经发出信号, 比如彼此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 矛盾越来越烈。 我们总是本能地认为双方会重归于好, 却不知破碎的感情难以重圆, 当失望传承绝望时, 就只能一拍两散。 人老了, 金钱名利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唯有温馨的亲情能治愈人心。 在每一次争吵时就反思彼此, 维系和谐的关系, 便能拥有稳固的亲情。 生命最后, 能携家人一起看亭前花开花落, 赏人间乐事, 才是最大的幸福。 03, 对自我的管理越来越松懈。 人这一生充满着无限可能, 从高高在上到跌落云端, 从平凡普通到实现逆袭, 都有无数实实在在的例子。 这也意味着, 无论向下还是向上走, 都可能在一瞬之间, 关键在于如何自我管理。 充实的人生要建立在不断努力学习, 自我约束上, 灰暗的人生从放弃自我管理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 不要在任何时刻给自己松懈的机会, 错误一旦酿成, 以后就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将原本的目标压得粉碎, 也难以再挽回。 当生命最后一刻, 真正令人欢喜的恰恰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在向上走, 永远不曾服输的样子。 你证明了自己, 留下最好的榜样, 这辈子无憾了。 生命中的苦难并不是突然而至, 它往往发生在我们做错事之后, 这三种征兆就是命运给人的提示, 希望我们能够及时警醒, 早做准备。 人生匆匆一轮回, 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含义, 但要让自己少吃苦, 少受罪, 健康快乐地活完这一生。 既然命运已经给予提示, 就别再熟视无睹,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抓住命运给予的最后一根稻草, 荡象属于自我的快乐之电。 刚刚进入社会时, 带有着朦胧的滤镜, 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五彩缤纷,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善良而真挚。 等吃过亏, 摔过胶后, 滤镜渐渐挣脱, 才发现一切有我们想象的天差地别。 这个世界并非非黑即白, 还有许多灰色地带, 人际关系更是复杂多变。 有些人能成为一生挚友, 有些人只是普通朋友, 但还有更多人可能心怀不轨, 值得小心谨慎。 分清人性善恶, 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 尤其是要明白, 命里出现这些人就是来害你的, 一定要敬而远之。 01, 极度心爆棚的人。 电视剧《三十而已》中, 王曼妮在工作中表现优异, 拥有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然而同事琳达却看不过去。 她认为王曼妮的优秀 彰显了自身的失败, 王曼妮得到了职位, 就意味着自己无关可生, 于是设计陷害, 差点使王曼妮失去工作。 当真相暴露之后, 琳达非但不知悔改, 反而觉得王曼妮是罪有应得。 她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 却仍旧对王曼妮怀恨在心, 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比比皆是。 从来不去反思自身的失败, 不去减小与他人的差距, 反而觉得, 自己现在的糟糕状态 都是别人太优秀导致的, 恨不得摧毁他人。 一时的极度能够引人向上, 但若是极度心爆棚, 便难免泯灭是非善恶, 只顾把更优秀的人当成对手。 如果你身边出现了这类人, 劝你一定要小心应对。 他们已经失去理智, 只想毁掉你。 任何的讨好都毫无作用, 随时防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02. 三观不正的人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更没有两个相同的人, 遇到观点不合的人, 多数人都会相互尊重, 而后各自散去。 我们不求所有人都对自己加以赞同, 只希望能够与懂的人前行。 对于那些至不同道不合的人, 能够相遇已是一场惊喜, 他们让我们明白 这世间还有另一种观点, 同样美妙无比。 但若是遇到三观不正的人, 就会变成另一种情形。 你与他针锋相对, 在他眼里就是赤裸裸地挑衅, 你与他观点不同, 他便认为你造成威胁, 非要将你的生活毁之殆尽。 对付这种人没有道理可言, 更没有规矩可讲。 他们的三观已经扭曲, 你常常难以预料事情地走向, 最好还是远远躲开。 适当地保持距离并不是软弱, 而是智慧。 人生苍茫, 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自找伤害, 过好自己才最重要。 03, 借钱不还的人。 很多人将借钱不还当成小事, 毕竟他们借出的金额不多, 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腰毁, 殊不知千里之低, 毁于乙学, 任何的人品问题都暴露在小事之中。 善良真挚的人不会随便借钱不还, 他们甚至不愿意用借钱这件事去麻烦别人, 更不会用不还的行为来考验彼此的友情。 他们宁肯委屈自己, 也希望他人能够好过, 这类人才值得深交。 那些总是借钱不还的人, 本质上是并不在乎对方的感受, 同时底线很低, 他们试图从他人身上占取便宜, 过潇洒畅快的生活, 可想而知, 这类人以后也只会发展平平。 你借出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你无底线的宽容, 他们便将你紧紧缠绕。 原本有明确拒绝就能解决的问题, 后来不断发酵, 就会变成人生的灾难。 既然如此, 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早点将其排除在世界之外, 未来才会清静。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生命里的惊喜, 也并非所有关系都值得珍惜, 至少以上三种人很明显是来害你的。 看清真相, 然后保持距离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往后余生有没有这些人无关紧要, 过好自己才最重要, 希望你在断舍离之后能拥有更加平静的人生, 永远心想事成。 老话常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在你的生命中, 该是你的一切, 你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 最后都能得到。 可如果这一切, 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是不属于你的, 那么无论你花多大的功夫, 都得不到。 年岁稍小之时, 每当听到这句话, 都会像老一辈过分死板固执, 不懂得人定胜天。 可慢慢地, 当人踏入社会之后, 我们才明白到, 原来未曾经历过人生, 就不会深知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 自己就是万物的主宰, 自己能把控万物, 改变身外的环境。 到最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控不了, 又何谈改变这个生活呢? 很喜欢一句话,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你能遇到谁, 碰到什么事, 你其实不知道。 就像你和谁结婚, 和谁组建成家庭, 你能预想到吗? 其实, 我们都预想不到, 因为每个人, 都是在碰碰撞撞中走过来的。 为何我们常说缘分? 就是因为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会有无数条线来牵引着。 而这里的牵引, 便是要拉近你和别人的距离, 让你们能够相遇。 可究其根本, 这根线, 不就是缘分吗? 人, 只要他来到这时间, 就会在无数的偶然中, 组合成他必然的人生。 正如某位作家所说, 我们所遇到的, 不是必然, 而是无数个偶然。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说起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番话, 其实就想到了前段时间的高考。 为什么要说这场高考呢? 就是因为在这次的高考后, 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 让我特别感慨。 在高考前, 朋友的儿子是试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尖子生。 他们这个班, 在上一年, 基本全部人都考上了重点名校。 朋友的儿子在这个班日常的成绩也不错, 基本上能排前十。 而他的老师, 是这么跟朋友说的, 家长, 您的孩子这次高考, 别给他太大的压力, 只要正常发挥, 985或者211, 是没问题的。 朋友听到后, 特别高兴, 甚至好几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因为朋友和妻子, 虽然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 但终究不是大学生, 所以感到特别遗憾。 所以, 听到老师的话, 他也就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在高考这一天, 朋友的孩子突然上土下泄, 甚至出现了脱水的现象。 据医生说, 是因为孩子被考压力太大了, 才造成这一连串的不良反应。 凭着这样的状态去考试, 朋友的孩子考得怎样, 其实都能猜到一二了。 很遗憾, 他考杂了。 到最后, 指上了一个普通的一本院校。 而他, 也是这个班里面, 唯一一个没考上名校的学生。 当朋友得知之后, 其实特别不是滋味。 可我们都明白, 人这辈子, 本就是不如一事长八九, 又有谁能一辈子都顺风顺水呢? 况且, 很多时候, 你所处的环境, 并非是人力, 就能轻易改变的。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朋友孩子的经历,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是你的东西, 就算你再怎么去争取, 其实都会事与愿违。 这并非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时机未到。 很多人都会疑惑, 那是不是就不用努力, 直接等天上掉馅饼了? 其实, 人要努力, 是为了顺应自己的人生倒下。 所谓七分人事三分天, 你所要做的, 便是用七分人事, 去顺应那三分的天意。 可结果怎样? 用刘伯温的话来说, 就是不求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说到这里, 其实就想到某位网友的留言。 十八岁那年, 因为考不上大学, 所以置身到省城里面打拼。 原以为十八岁的劳工没人要, 谁知道碰上了劳工慌, 自己也就找到了工作。 二十四岁那年, 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可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机缘巧合之下, 遇到了自己的爱人,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家立业。 三十岁那年, 因为某些原因, 一个人出来创业。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可慢慢地, 有了第一批的客户, 有了第一批的订单, 赚到了第一阶段的钱。 三十五岁那年, 原以为自己和读书 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可我的某个顾客 便是大学教授。 那么, 在他的邀请下, 我自考了本科, 还想读研究生。 四十岁那年, 自己十八岁的梦想实现了。 不仅如此, 还获得了高级的文凭, 比十八岁的时候强多了。 四十五岁那年, 虽然人到中年, 可还是活力四舍。 因为我知道, 只要人活着, 就有福祸, 就有悲欢, 就有希望。 这位网友的经历, 让很多人点赞。 其实, 我们每个人, 谁没有经历过痛苦, 谁没有经历过幸福呢? 这个世界, 有光明, 就会有黑暗, 有悲欢, 就会有欣喜。 这一切, 便是我们的命运。 要知道, 所有的一切, 冥冥中自有安排。 而我们, 便是要顺其自然地接耐它, 接受它, 坦然面对这个不义的世界。 人这辈子最大的通透, 便是顺其自然。 曾见过这样一句话, 当它成为他人父后, 才发现, 我们所苦苦的坚持, 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人力深于天地之间, 最大的通透是什么? 便是学会顺其自然。 外面变得怎样? 既然你无法改变, 那么你就学会去接受它, 然后顺着命运的轨迹, 继续往前走。 说到这里, 大多人会很惊奇, 这样的说法, 不就是叫人学会放下吗? 其实, 无论我们过得怎样, 最终都必须放下, 才能更好的开始。 就像一个杯子脏了, 为了不让未来的水受它的影响, 变得污浊, 那就放下心中的执念, 把这个杯子扔掉, 还自己一个干净的空间, 还未来的水源以清净。 正如三毛所说, 人生有如三道茶, 第一道苦若人生, 第二道甜思爱情, 第三道淡若清风。 所以说, 无论是谁, 到最后, 谁不是处于平淡之中呢? 那么, 当你不能得偿所愿时, 当你身处不满不甘的境地时, 当你身陷苦难之中时, 不妨跟自己说, 一切都会过去的。 而你的幸运, 终究也会慢慢地到来。 人, 要懂得如何去喝人生这杯茶, 既要明白拿得起, 也要明白放得下。 所谓最美的人生, 便是放下。 如此, 不管怎样, 都要记得, 你所拥有的, 都是你所必然拥有的, 而你所失去的, 本就不属于你。 还是要说, 相信上天, 会有最好的安排。 女人在不同阶段, 会彰显出不同的魅力, 但与此同时, 也会遇到不同的苦难。 年轻时遭受偏见, 中年时要面临家庭和事业的抉择, 到晚年时还在思索归处, 这一生注定是苦乐交织, 未曾有一刻轻松。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女人倘过命运之河, 活出了理想的自己。 她们并非足够幸运, 只是每时每刻都端正自我, 不曾走错。 而命越苦的女人, 越喜欢做这四件错事, 希望你没有。 01, 太在乎他人的感受。 人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 无论是父母、 兄弟姐妹、 爱人, 还是亲戚, 都会时时刻刻牵绊我们的情绪。 越是深爱对方, 越容易为他人泛起波澜, 这是人之常情。 只不过无论是谁, 都不过是生命里的匆匆过客, 你为他停留, 但不可荒废人生, 你为他忧虑, 但不可迷失自己。 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来就关系浅薄, 以后注定走散的人, 点到为止就好, 不必太过在意。 太过注重他人的感受, 累的是自己, 苦的也是自己, 别人未必感同身受, 也未必感恩戴德, 只有我们自己在自我欺骗。 这一生, 最重要的是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绕自我感受而展开, 他人只不过是陪衬。 收起对于他人的过度在意, 过好自己的生活, 眼前的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02. 无所事事, 好吃懒做 越是无所事事的人, 越喜欢抱怨生活, 越是好吃懒惰的人, 越是情绪消极。 他们习惯性地把人生的选择权交给命运, 而自己则留在舒适区, 但结果只能是不断沉沦。 他们抱怨的不是命运本身, 而是那个无能的自己。 人生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机遇, 有些女人抓住了, 是因为他们勤勉自持, 不断向上。 如果不曾放弃自己命运, 也不会放弃你。 从现在开始积极提升, 任何人都将未来可期。 03. 依靠他人, 坐享其成。 女人总是被外界洗脑, 只要躲在男人身后就能免受风雨, 但这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男人们也不愿意担当长期饭票, 更不会寻找毫无用处的女人。 世间所有的感情都是势均力敌, 互赠价值, 爱情也不过是包裹着华丽的外衣, 里面依旧是各取所需。 自身没有能力的女人, 依靠谁都毫无意义。 纵然有人愿意充当你的避风港, 手心向上的日子也不好受。 多少女人在离婚之后一无所有, 就是因为她们只会依靠他人, 失去了立足于世的能力, 这才是最致命的缺陷。 无论嫁给谁, 无论过上怎样的生活, 女人首先要独立自主, 自尊自信。 能力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自身的魅力才是所有幸福的来源。 自己活得强大无比, 整个世界都将和颜悦色。 零四,喜欢攀比,迷失自己。 朋友圈里多姿多彩的生活, 令人眼花缭乱, 网络上精彩分成的人生, 使人心向网之。 很多女人都在其中极力地展现自我, 与他人互相攀比, 仿佛只有比赢了人生才有意义, 未来才值得期待, 可这也不过是在为难自己。 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不同, 追求不同, 所需要的也就各不一致, 比来比去毫无意义。 别人恰恰是在比较中迷失自我, 本来可以抓住所拥有的东西, 后来就为自己没有的而忧虑。 他们拼命地去积攒着那些并不需要, 却可以比过别人的东西, 最终也与原有的人生背道而驰, 白白浪费时间。 与其如此, 不如放下攀比, 过好自己。 别人的评价无关紧要, 自己过得幸福就好。 知足常乐, 知足也能使幸福长存。 有些女人命苦, 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四个坏习惯耽误了她们一生, 希望我们能够不断改正。 人生并不难, 走对了路, 一切都将豁然开朗。 泰戈尔曾说, 当你微笑时, 世界爱了他, 当他大笑时, 世界便怕了他。 人身处在繁杂的江湖之中, 面对那些道不明言不尽的琐事, 最重要的并非要事事都计较清楚, 而是要懂得权衡利弊, 把垃圾清除, 把关系理清。 那些无关重要的人与事, 不妨一笑而过。 对于人而言, 每个人最喜欢做的事, 并非是笑, 而是说, 也是板着脸。 懂得笑, 学会笑, 明白怎么笑, 真的不容易, 可这些却是保全自身的能力。 关于说, 老话说的最多的, 就是言多必失。 关于脸色, 日常生活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喜怒皆露于面, 让人看清了内心的想法。 所以, 要在社会中生存,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笑。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你和别人发生矛盾时, 倘若针锋相对, 都是怒涩, 则人与人的战争随时会爆发。 而选择笑而面对, 首先对方摸不清你的底细, 就不会和你明着干, 我们也就有了转弯的余地。 笑, 是对世界的尊重, 是对他人的遮掩, 也是对于自我能力的肯定, 更是一种周旋于生活及社会的智慧。 懂得笑的人, 大多能稳坐钓鱼台。 面对嘲笑自己的人, 懂得一笑置之, 少惹麻烦。 纪献林曾说, 世上之事, 不过是你笑笑别人, 别人笑笑你罢了。 生活中, 被人嘲笑是很正常的事。 可总有人看到别人嘲笑自己时, 便抡着拳头上去和对方大干一架, 想用暴力把对方征服。 可这, 真的能奏效吗? 这个社会, 终究是以法律为主的社会, 动手是要负责的。 所以, 现在很多人都学经了, 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但在嘴巴上会不饶人, 但在脸上会有嘲笑之色。 面对他人的嘲笑, 你的态度就见证了你自己的修为和人品。 对烂人烂事, 说得太多, 会惹祸上身, 不利于自己的生活的发展, 对闲人所事, 管得太多, 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垃圾围城的境地, 让你动弹不得。 所以, 对待这些所谓的嘲笑的人与事,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笑置之。 这样做, 不仅显现出自己的气量, 更能让对方明白, 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行径罢了。 笑, 是一种轻视, 更是一种对待烂人的有效方法。 烂人最喜欢什么? 就是和你打持久战。 倘若你脾气一上头, 和他明面上针锋相对, 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 还会让对方像狗皮膏药一般纠缠着自己, 让自己活得不自在。 一笑置之, 就是少惹麻烦, 无视烂人, 不理烂事, 懂得先礼后兵。 对待那些自己厌恶的人和事, 不妨微笑, 彰显气度。 在这个社会, 人人都会遇到自己厌恶的人与事。 比如在工作单位, 你很讨厌自己的同事和上司, 可就是改变不了。 那么与其纠结, 让自己陷入泥潭之中, 不如放过自己, 给他们一个伪笑。 什么是伪笑?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假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笑肉不笑。 这种笑, 既是一种对人的礼貌, 更是一种隐藏。 隐藏自己的态度, 隐藏自己的诚服, 隐藏自己的想法。 待人处事, 最重要的并非是把新窝子都掏出来, 给别人看, 做一个老实芭蕉的人, 而是要做一个能进能退的大局观者。 就像下象棋一样, 你很讨厌的那个棋子一直在阻挡着你, 难道就要发脾气掀棋盘吗? 并非如此, 遇到让自己揪心的人与事时, 最好的办法, 就是和他们逐渐疏远, 可又不露出厌恶之脸色。 这样做, 不仅能麻痹对方, 麻痹他人的想法, 更能让自己全身而退。 伪笑, 与其说是一种假笑, 不如说是一种得意之笑。 我不和你计较, 但也不想得罪你, 只想好好地过日子, 活出真我。 这个社会, 正是因为人心难测, 才要假笑。 不伪笑, 便是把自己放到台面上, 让各方观赏, 落得个狼狈不堪的境地。 欲人, 则笑, 欲不喜之人, 则伪笑。 要知道, 你的伪笑, 将是阻挡千军万马的防线。 面对事不关己的人与事, 冷笑待之, 少沾晦气。 俗话说得好, 个人自扫门浅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人处于茫茫人海之中, 遇到的琐事很多, 遇到的萍水相逢的人更多。 谁又有精力, 能把他们都管一遍呢? 没有人, 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看到一些陌生人来得借钱的时候, 很多人会很茫然, 是借钱呢? 还是板着脸不借钱呢? 前者容易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复返, 而后者又容易得罪人。 有些时候, 面对这些不想理会的琐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前热笑, 人后冷笑。 什么是人前热笑呢? 就是表明自己很可怜对方遭遇的态度, 想帮忙, 但又无能为力, 有种热泪盈眶之感。 而冷笑呢, 则是人后对于这种事情的蔑视, 不在乎。 人生不过是短短几十载, 少管闲事, 少结闲人, 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而在这个基础上, 懂得用不同的笑去应对不同的人, 则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每个人都不是圣人, 都只是个平凡人, 有些时候, 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不错了。 那些对自己无意的人与世, 管多了, 会危害家庭, 祸及生活, 那么, 笑则是一层防护衣, 保护自己, 保护未来的生活。 遇到困难时, 懂得微笑面对。 人生之事, 笑并非都用到待人上, 有些时候处事, 也应该要笑。 如今生活的压力更胜以往, 很多人都过得不自在, 甚至每天都拉着脸过日子, 把本就是烈阳高照的红火日子过程, 阴雨绵绵的闹心日子。 要知道, 房贷车贷压力大, 柴米油盐的压力大, 这是社会的常态, 也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 能否过好生活, 关键不看外面的变化如何, 因为大环境谁也改变不了, 而是要看自己的内心。 倘若你每天对自己微笑, 那么, 每天都将会是艳阳天, 就算那天下着阴沉小雨。 倘若每天都能给自己一些甜, 你的生活就不会太苦。 有个词, 我认为是现代很多人的象征, 那就是一夜白头, 都为了生活而过分忧虑, 却不懂得给自己一些喜乐。 要知道, 日子不是凭环境去过, 而是凭心意去过。 你的心在哪, 你的意就在哪, 你的好日子就在哪。 很喜欢一句话, 那就是, 笑着面对, 不去抱怨, 随心随性随缘。 未来, 不管遇到何种困难, 笑着面对, 笑着走向前方。 要说, 哭是人的本性, 那么笑, 则是你成就一生的福气。 命运的画卷, 从我们刚出生开始便缓缓展开, 里面会出现什么内容, 没人知晓, 我们只知道, 有些痕迹早已临摹, 等待着有缘人去开启。 有些人在命运的大海中, 乘风破浪, 斩获无数。 有些人在命运的密林中, 匍匐前进, 所得非凡。 无论是哪类人, 他们都顺应了命运的痕迹, 进而把握了生活。 可不是任何人都相信命运, 许多人都认为, 生活由人创造, 也必然由人主宰。 可反过来看, 更多的时候, 我们的命运, 都有着它独特的安排。 网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所有的相遇都不是意外, 是命中注定。 你生命旅途中所遇到的那些人, 无论好坏, 他们都注定要到你的生命中走一圈, 留下一些足迹, 教诲你一些事情。 你生命旅途中所遇到的繁杂之事, 无论利弊, 他们都注定要在你的生命中降连, 留下些少痕迹, 增添你生命的厚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越亏自有越饮食。 有些人与世早已注定, 谁也无法回到过往的时空中去改变它, 既然无法改变, 便不再纠结。 人来人往, 皆是缘分。 欧阳修曾写道,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很多人不再相拥, 他们便匆匆离开, 走向了人海。 无论怎样挽留, 都改变不了现实, 唯有放开执着的双手, 让他们离开。 在我们的生命中, 许多人的出现都只是一段时光的陪伴, 到站了就要下车, 到点了就要挥手道别。 这是世间常态, 无法改变。 当拿起满是灰尘的相册, 看看照片中意气风发的自己, 看着身旁满脸微笑的铁哥们, 那些青春的时光令人回味, 但却被时光长和充饰, 一去不复返。 每当夜里, 当回想起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回望那段难以忍受的日子, 不禁发现有些事情虽有所不满, 但已然释怀。 无论我们认识谁, 遇到谁, 都是命运红线的牵引, 它牵引着我们去遇上这一生所必然遇见的那些人, 无法逃避, 无法别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 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谁, 其实在我们出生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 那些你爱的人, 那些你恨的人, 他们都会在特定的时刻, 出现在你的面前。 为何我们总说原定三生? 因为爱情中, 两人的相遇相知相伴, 就是一种道不明言不尽的缘分, 你说不清楚, 只是知道, 我认定了它, 那就是一辈子。 世事无常, 顺其自然。 苏氏在西江月写道,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苏氏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 看尽了世间百态, 曾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野小子, 变成了无拘无束的老头子, 这也许算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曾见过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 他在人才招聘市场到处碰壁, 甚至找不到一份能干的工作。 那一刻, 他感觉人生乌云密布, 眼里的光也暗淡起来。 没办法, 他只能在邻家餐厅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虽大才小用, 但能满足温饱。 某天, 餐馆要进行新菜式的推销, 小伙子看到后便急忙跑去跟老板申请, 让他做这次推销的负责人。 老板知道他是名校毕业的学生, 没过多久就答应了。 那几天, 小伙子忙到深夜, 做了好几套推销的流程, 发给了老板, 等待尝试。 推销那天, 店里来了一个西装革履, 脸太老练的中年男子, 他跟老板聊了几句, 便走到了小伙子面子, 递给他前去面试的通知。 原来, 老板不忍心看到小伙子被埋没, 便把他的方案投给了在商圈打拼的朋友, 谁知道对方竟然还看上了, 便前来邀请他。 小伙子后来进入的那家公司, 恰好就是招聘会时小伙子被拒绝的那一家。 世上许多事都有他转变的过程, 也许这一刻山虫水赋移无路, 可难免下一刻便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事无常, 唯有顺其自然。 世事无常, 别太纠结。 四季轮转, 春夏秋冬, 没人能改变它的顺序。 春耕秋收, 瓜熟地落, 没人能改变万物的生长过程。 就好比每个人的一生, 谁也无法改变外在的大环境, 唯一可以改变的, 只有自己。 俗话说, 不如一世长八九。 人生这趟旅程中最多的, 也许就是不尽人意的事情了。 青年时, 有些人满怀希望坚定复考, 却因一时失守, 最终名落孙山, 不如人意。 工作时, 有些人意气风发专心业务, 却因某些事被人排挤, 被上司针对。 中年时, 有些人勤奋顾家满心责任, 却因生活琐事, 整天都是争吵谩骂。 无论去到哪个阶段, 人最难过的观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生活物质的那一观, 而是内心对待外部环境变化的新观。 王阳明曾指着花说,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辱心同归于迹。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你的心装有什么, 你就会看到什么。 倘若你把积聚在心中的无常的不如意的是清空, 你会发现, 你比纠结的时候过得舒服多了。 日子再苦也要过, 未来再艰辛也要走, 与其把心思放在无法改变的过往, 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 让心思朝向从未来临的明天。 所谓塞翁施马, 焉之非福, 不妨把未来交给时光, 把过往交给岁月, 把当下留给自己。 别让活在当下的每一刻, 都充满遗憾。 古人有言, 为善为恶天之道, 命理贵贱自有识。 我们每一个尘世间的普通人, 都有自己的善缘和恶缘。 缘分何时道, 哪个时候道, 这就要看天意了。 而你的命, 到底有没有这个福分, 就得看时机了。 命, 其实就像是一条通向远方的轨道。 上面到底有什么痕迹, 有什么人事的经历, 其实都是已然注定的。 只不过是时机未到, 我们不知道罢了。 命中当瓶的人, 他们有可能拼尽一声, 都只能是三餐果腹, 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就像有些人, 他们每一次都跟机遇擦肩而过。 这, 就是他们的命。 命中当贵的人, 他们有可能历经沧桑, 见过大世面, 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 再加上机缘的到来, 所以他们能够显贵一生, 有所成就。 但是, 我们身处在局中, 不可能预测到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所以说, 不断去经历, 不断去有所体会, 才会让我们的机缘更快地来到我们身边。 所谓俗辰往事三千丈, 我在其中, 你亦在其中, 不能往, 不可说, 不可言。 一道红尘, 一道青烟, 一去浅缘, 一去金生。 命中显贵, 自有善缘。 那些见过世面, 经历沧桑的人, 他们有这几个福分, 要好好珍惜。 命中显贵的人, 自有贵人相伴。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属于他的一段缘分。 有些缘分, 是你的姻缘, 有些缘分, 是你的结缘, 有些缘分, 是你的福源。 命中显贵的人, 他们只要经历沧桑, 见过世面, 上天自然就不会亏待他们。 很多时候, 上天都会安排贵人, 来到他们的身边。 就像所认识的一个人, 他前三十年的命运较为坎坷, 也赚不到什么钱, 别说结婚了, 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他。 但是, 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 他却在巧合中, 遇上了现在的这个妻子。 那时候, 他也说不清, 妻子是怎么喜欢上他的, 只是感觉, 他来到自己身边, 是一种幸运。 当他结婚之后, 妻子既当贤内助, 又当他事业上的幕后军师, 甚至还出钱出力, 给他搭桥牵线。 就这样, 过了好几年, 这个人就闲鲜鱼翻身了。 在每一次的聊天中, 他总是说, 自己这辈子的成就, 八九成的功劳, 都是妻子的。 如果不是他的出现, 也许自己这辈子都得穷困潦倒了。 所以说, 命中显贵的人, 哪管他当下有多不顺, 都得相信, 总是会有贵人来相伴的。 命中显贵的人, 自然能逢凶化吉。 佛说, 人这一生, 是缘, 也是结。 缘起缘落, 缘聚缘散, 劫来劫往, 劫生劫灭, 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也都是难料的。 你所遭遇的, 有可能是结, 有可能是缘前之难。 命中显贵的人, 正因为他们命中自有福分, 所以每当遇到劫难, 都能够逢凶化吉。 就像一些人经受了大病, 当大部分人都倒下的时候, 为何他却生还了? 有可能是因为他身体素质好, 更有可能是他命不该决。 一个人的命, 看似是你决定的, 可实际上, 是由人与上天相互把控的。 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这番话, 看似有点消极, 看似有点让人迷茫。 但是, 我们却要明白,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很多时候, 都并非是你个人能够掌控的。 所以说, 命中显贵的人, 都是能够逢凶化吉的有缘人。 命中显贵的人, 自是财望加兴。 人之来路, 人之来路, 是家, 人之归途, 也是家。 一个家字, 就足以代表人之归宿。 一个安稳之家, 里面的人必然都是一些和睦和善之人, 他们不会过分争斗, 也不会损人利己, 而是相互扶持, 一同为了家庭而不断打拼。 一个不安之家, 里面的人大多是些尔虞我诈的算计者, 不是今天算计姐妹, 就是明天谋算兄弟, 将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 毫无安稳可言。 但是, 我们要知道, 有福之人的家庭, 绝对是安稳的家庭。 而祸患加身的人的家庭, 绝对是一个不安稳, 多算计的家庭。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这里的善和不善, 并非仅仅指好与坏, 或者善与恶, 更指家庭成员人心所向, 到底是团结的, 还是相互算计的。 一个命中显贵的人, 他的家庭, 绝对是团结的家庭。 因为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 绝对有一个安稳的大后方, 大本营, 这还他尽可供的长矛, 更是他退可守的护盾。 命中显贵的人, 自是一生坦荡。 君子者, 当仰浩然之气, 一生坦荡。 小人者, 当整日忧愁难耐, 满心忐忑。 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有福气, 是否命中自带善缘, 其实从他的行为举动, 或者人品性格中,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为何精明过头, 过分算计的小人, 他们没有善缘呢? 就是因为, 他们总是算计, 到最后, 只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 从而自己挖坑自己挑。 我们要明白, 人纵实有十算, 也难比上天一算。 所以说, 不要过分算计, 不要过分长期期, 这才是一个君子, 一个有福之人的正确选择。 命中显贵的人, 他们看起来很平常, 不会算计别人, 也没有算计别人的心理。 但是, 他们这样的行为, 却是帮他们避开了不少的祸事。 在金庸小说中,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众箭无风, 大巧不公。 真正的箭, 是不需要靠锐利的箭锋的, 而只要靠个人的修行。 想想看, 小人的算计, 是不是就是过分锋芒毕露了呢? 只有外缘那方, 你才能一声坦荡, 只有坦坦荡荡, 人这辈子才会少苦少难。 做人, 过分精明, 过分算计, 到最后, 上天也会算计你, 谨记。 破摇腹有言, 祝福祝禄, 命理已安排定, 富贵谁不欲。 人若不依根基八字, 岂能为亲为相? 福禄之气, 当配命中贵气之人。 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 他能容纳过多的水一般。 如果这个人的命, 无法承受如此的富贵,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驾驭富贵的底气。 我们大多人都想富贵一生, 甚至不满足于衣食无忧, 而是要大富大贵。 可是, 在这个世上, 又有多少人是大富大贵的呢? 如果每个人都能平靠勤奋, 就能大富大贵起来, 那么这世上不就没有穷人了吗? 其实, 这世道是需要平衡的。 既然有富贵的存在, 就肯定会有较为贫苦的存在。 这是难以改变的现实, 也是如同黑白一般相互依存的平衡。 富贵之人的命, 其实有福气和贵气相伴。 那么, 他们也就能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从而把握住时机, 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古人常说, 富贵常在否, 在, 而先人矣, 不在, 而多人矣。 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富大贵的运气。 有些人辛勤一生, 最多只能混个三餐无忧罢了。 而他们用辛勤换来的结果, 不过是别人的起点而已。 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 可是, 在宇宙自然面前, 又有谁是公平的呢? 命中显贵的人, 上天会有这三个欲试。 命中显贵的人, 会有贵人相伴。 自古以来, 成就大事业的人, 他们不乏有农民和贵族。 但这些人,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能得到贵人的相伴。 就像汉朝的刘邦, 个人虽然没啥实力, 但却懂得用人,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如此, 他既能吸引像汉初三杰这样的贵人, 又能去驾驭他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发展壮大, 从而建立起汉朝, 实在是天命所归。 回到今时今日, 在职场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 有一些人, 他们干了几年, 就被人提拔上去了。 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那个岗位上, 原地不动。 其实, 当我们仔细观察就能知道, 能被人提拔上位的人, 其实他们比一般基层的人, 要多一些优势。 但是, 前者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和欣赏, 这就是拉开差距的地方。 为何古人有言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就是因为, 这世上贵人少了, 而那些有才华的人多了。 如此, 就注定有一部分人, 只能庸庸碌碌一生。 说实话, 每个人都不想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 这却是现实存在的。 连一个能欣赏自己的伯乐, 都没有, 又何谈能够成功, 有所成就呢? 宁重显贵的人, 能有过人之处。 这世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天生聪慧, 一种人大器晚成。 而这两种人, 他们的过人之处, 一个是上天赋予的资质, 而另一个, 却是勤奋和资质相配合而取得的。 如此, 一对比结果就很明显了, 过分天生聪明的人, 他们可能会有早会一腰的下场。 而只有后者, 通过奋斗而激发人之资质的人, 他们才能守住万般成就。 宁重显贵的人, 往往不是前者, 而是后者。 就像天才神童重勇一样, 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可是, 他的父亲却没有留意, 也没有培养他, 到最后, 不过是泯然众人一罢了。 相反, 清朝明臣曾国藩, 天生资质便愚钝, 就连小偷也能嘲笑他。 可是, 为何他能做到利得利严, 利功三不朽呢? 就是因为他通过勤奋, 激发了本身的天资, 从而一鸣惊人。 真正命重显贵的人, 他们都是有过人之处的。 而这里的过人之处, 并非是我们经常看到显露于外表的过人之处, 而是深藏内心, 伺机而动的过人之处。 有本事, 才能立足于世。 而这样的本事, 便是天地人三者结合的产物。 命重显贵的人, 终究能巧遇机遇。 吕蒙正有言, 人不得识, 利运不通。 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遇到他该遇到的时机, 那么, 哪管他才华横溢, 甚至是满腹文末, 也终究是无用武之地。 相反, 如果一个人他有一定的才华, 且遇到了一定的人生机遇, 那么, 哪管他在某些方面比不过前者, 也终究能一展报复, 有所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想取得富贵, 可富贵是要分等级的, 小富小贵和大富大贵, 其实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小富小贵, 你单凭工作, 单凭奋斗一生, 其实就能得到。 这样的富贵, 能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三餐果腹, 算是有点小钱而已。 可是, 大富大贵, 是人单凭工作所不能实现的。 因为这世间有很多的富贵, 是需要机遇和运气来加持的。 就像你和朋友买彩票, 为何别人买一次就能中大奖? 而你买一百次, 也都只能中个安慰奖呢? 这, 就是人与人运气和机遇的差别。 别人能中奖, 证明这奖项, 就是属于他的机遇。 而你不能中奖, 证明这并非是你的机遇, 也许你的机遇还在路上。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 所得到的也是不相类似的。 如此, 那些命中显贵的人, 他们也就比普通人要有更多的机遇。 因为在很多时候,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你终其一生, 也难以到达罗马, 而别人就诞生在罗马。 女人的命数一半由上天注定, 一半由自己创造。 你的家庭、 父母就是命运矿定的起点。 无法改变, 只能妥协。 在成年之后, 自主选择的一切, 就是在为命运掀开崭新的篇章。 同一起点的女性, 后续的发展可能天差地别, 就是由于后天的努力不同。 那些命苦的女人, 除了在思想上落于人后, 更在于犯了两条严重忌讳, 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 零妖, 不爱学习。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学习都是女性向上走最稳固的途径。 在学校里的努力学习, 能使自己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学历成绩, 以及足够的就业机会。 在如今这样开放的时代, 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你在学习上的排名和在工作上的业绩。 在现实生活里的努力学习, 更能使女性思维开阔, 心性豁达, 不再诱于一书一饭, 柴米油盐。 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和事, 学习到的每一种本领, 都会使自己抵抗风雨, 立于不败之地。 有些女人成年之后觉得命苦, 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更高的工资, 只能早早地嫁人生子, 还有些人纵然心比天高, 却总是遭到外界的鄙夷, 还以为是命运博代了自己。 可命运早就给了她涅槃重生的机会, 如果年轻时好好学习, 后来就一定能找到较安稳的工作, 如果当初没有探完成性, 忽略学习的意义, 就不会白白浪费大好年华, 最终无疑即可傍身。 女人现在流的泪, 都是以前不爱学习酿造的, 每一个抱怨命苦的例子里, 大多都有不爱学习的影子。 总有一天, 你的认知、层次、 婚姻、 未来都奠定于当初的学习, 千万不要忽略于此, 否则你这一生就注定坎坷了。 02.高估爱情 女人在现实生活里所受的苦, 一是来自于没有学习练就本事, 二是由于太过相信爱情。 有些人在婚姻里备受打击, 想要走出却难上加难, 还有些人邂逅了错误的人和事, 在最好的年华里挫付青春, 最终郁郁寡欢。 爱情这样美好的字眼, 落在书籍里, 是一世清欢, 落到现实中却是千疮百孔, 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常常使人难以招架。 女人太过高估爱情, 就会被其所伤。 那些在世俗里, 获得成功的女人, 并非没有爱情, 只是从来不将爱情, 当成是生命中的全部, 更不会为爱情转移意志。 她们永远坚强独立, 努力向上, 爱情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可有可无。 奉劝女人, 别在最好的年纪里, 永远为了爱情而活, 不管是男人还是感情, 都是靠不住的, 一个更优秀的自己才能掌控未来, 也能让爱情为自己服务。 等你不断提升, 成为更好的自我时, 终会邂逅邂逅更好的人, 经营更美丽的日子。 与其在大好的年华绰绰岁月, 不如逼着自己更进一步。 爱情, 能赠予你的十分有限, 靠自己才会走得更远。 现实里, 命苦的女人多半犯了两个机会, 一是不爱学习, 二是高估爱情。 没有学习的意志, 就注定只能坐井观天, 太过高估爱情, 就势必忽略成长。 你的命苦并非是被安排, 只是自己从未努力向上, 希望我们都能引以为戒, 从此热爱学习, 热爱自己, 相信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合颜悦色。